歡迎穿越時光隧道 我超喜歡Kitty貓的 真的很喜歡 長得漂亮 我最喜歡Melody 為什麼 因為就很萌 就是可以好像 喚起小時候的那種 缺失的那一塊 無論是30多歲的媽媽 還是6、7歲的萌娃 通通都被Hello Kitty 跟她的小夥伴們融化了 大陸第一座也是全球首座 戶外Kitty樂園 由上海地產商 跟日本三立歐公司合作 斥資20億人民幣 約100億台幣 特地選在浙江安吉落戶 日本三立歐看上的是 長三角地區的 龐大經濟潛力 而大陸本土樂園企業 也不甘示弱 江蘇長州沒發現過恐龍遺跡 但這裡卻有一座 遠近馳名的恐龍樂園 它是僅次於日本 香港迪士尼 以及環球影城之後 國際樂園公正單位 AECON認證的全亞洲 第十一大的主題樂園 當時我們長州有一批 最早的做旅遊的人 他們覺得就是其實在世界範圍上 有很多做恐龍的人 也有很多做恐龍的一些樂園 那麼為什麼不把一個恐龍館 而發展成為一個恐龍園呢 所以就確定了一個 就是無中生有的概念 用主題公園這樣的概念 恰恰能夠解決 所以我們沒有山沒有水 但是我們又人造的主題景觀 來實現我們旅遊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不管是溫馨的還是刺激的 大陸各地瘋狂 興建各種主題樂園 目前總數已經超過2000座 是美國的5倍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迪士尼 標誌性的建築城堡 現在已經頗具雛形了 其實不管是迪士尼 Kitty樂園還是北京 正在興建的環球影城 國際主題樂園龍頭紛紛 進駐大陸看好的就是大陸市場 去年大陸主題樂園的門票 總收入達到30億美金 在過去五年產值平均年增長 百分之13.1% 未來五年市場需求 將超過每年100億美元 CNN指出 這座位於大陸最富地區的迪士尼 將會是最成功的 迪士尼樂園之一 同時也將慈禧 其他亞洲地區的樂園愛好著 迪士尼一旦入住上海 就代表它入住華東 那整個華東旅遊市場 因為迪士尼的進入 會帶來一個更大的流量和進入 而我離他又這麼近 我當然可以跟他一起去做市場 形成整個華東的一個旅遊圈 預計2020年光大陸每年進 遊樂園玩的人 就可達2億人次以上 將會超過美國日本 成為全球最大的主題樂園市場 我當然不認識